佛光山圆福寺为推广书食及带动书香阅读的风气 在嘉一区佛光会用创意游戏等多样化方式 展现读书会成果交流分享 今年特别邀请有七家苏食餐车到圆福寺的现场摄摊 让大家享受阅读之余 也可以品尝美味的苏食料理 来到这里看到我们所有佛光人 甚至让我们敬重 他们读书会是这么样的深入 这么样的和谐 这么团结 甚至当我们每个人遇到困难的时候 能够借由这些事情 我们能够做了有更大的寄托 跟他的解脱以外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学习团体 甚至很重要人与人之间的关怀 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感到的幸福 是因为有爱有关怀 嘉一市长黄敏惠亲自走访圆福寺里佛 以及阅览各社区读书会的成果交流 并表示 如素 蔬食也是身体力行最好的方式 不仅节能减碳又爱护生命 让我们继续珍惜资源 照顾下一代 以上新闻由真神记者李芷妍采访报导 伤心的时候 有我陪伴你 欢笑的时候 与你同行 关心你的点点滴滴 整身广播电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网声 结束 生寻 作词 无作词